大家好,这里是花猫娱乐,我是小编,今儿小编跟大家唠了郑爽,郑爽张恒两个孩子这事儿闹得可是沸沸扬扬的,这是2021年初最大的瓜了,估计每个人都迟到了,作为当红艺人发生这样的事儿,估计会被这个下架处理的。 退圈基本呢,已成定局了,这件事儿对于社会的影响简直太大了,近日网上爆出了郑爽的退圈声明,不过现场环境不咋地呀,超超把火的,录音听着也不咋连贯,断断续续的。 但是有的网友啊,给剪辑了一下子,然后能听清了几句,小编听完不知道郑爽在说些啥玩意儿,大家一起来听听吧。 不知道代表什么哭还是表现效果? 我对这本节也是我最爱一个,我的问题是挺不动的,但是一些什么的原作品不让我让大家认识,这是我面对这些形成,所以大家看不到我个人和心理,看不到我个人,和心理,看不到我个人,和不是我自己的。 所以不然怎么样 感谢这么多年 做一些拍摄 或跟我合作的影视剧 做的小伙伴们 反正已经心情不懂事了 但是 应该觉得还挺对实的 所以今天就这样了 我对心脏会好 人真的写到 哎 你不要 你写到 人真的写到 郑爽啊 可以说影响力巨大 这个钱啊 也赚足了 名也出大了 如今闹成这样子 差不多也该离开了 但是无论咋说 郑爽还年轻 希望他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未来他无论做啥 还是会有一些粉丝支持他的 好了 本期小编就落到这 想看更多最新八卦娱乐资讯 欢迎大家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